我们现在所在地就是正阳门的建楼 我们的背后是正阳门的城楼 当年城楼建楼是一个建筑叫正阳门瓮城 在民国的初年就是1906年前后 为了给前门火车站成空间 把整个的瓮城拆了 保留了两个单体建筑 就是目前现在我们所在的正阳门建楼和正阳门的城楼 那么目前一个是为了中正县深移 同时也为了咱们从此 就是真正的提高全民的遗产保护的意识 我们正阳门的建楼前年修缮开始修缮 去年结束 今年要启动我背后正阳门城楼的修缮 这个两处修缮都本着叫最小的干预原则 就是能够保留的历史信息 我们尽量把它保存下来 大家知道我们古建修缮的 有一个词叫磨阳工 古建修缮是不能抢工期的 因为只要一抢工期就会影响质量 而且影响质量影响非常厉害 所以宁可我们慢一点 大家背后看见的就是现在天气热 没有没能看到 那是咱们北京语宴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 语宴住在哪呢 语宴就住在那个大屋顶上面 最上面的一层 就是在里边看是有天花吊顶的上面 那是北京语宴一个在北京非常重要的栖息地 这重要栖息地 目前的大部分语宴已经走了 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他们的从这儿呢 这个从北京起飞一直到南非 这是纳米比亚那个三角地 大约它的路线是一万六千左右 这个呢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以北京命名的野生的后面 现在呢作为咱们北京城市的文化符号 另外作为中轴线上的活泰文化 另外一点就是它是生物多样性的典型代表 我们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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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欣赏!